2012年7月14日,福建某快递公司货运总站格外繁忙,一个被退回的邮包静静地躺在角落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我听警官经过现场的勘察,跟查询那个服务的来由,发现这个服务是从我们换寄出去的。 警方打开这个普通的邮包,一具被棉被包裹的女士赫然出现。 是用绳子弧划大把的手脚到脖子上,脚被捆满起来。 手机的绑法呢,是比较,比较,应该说是比较专业的,像打包,包裹的一些手法。 除此之外,罢民警还在邮包里发现了两把崭新的菜刀。 但经过事件证明,女死者脖子上有明显勒痕,而身上也没有任何刀伤。 很显然,这两把菜刀并不是杀人凶器。 那么嫌疑人放着这两把菜刀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当时也是一头雾水,也是搞不懂这菜刀放在里面干嘛。 邮包运尸,专业捆扎,两把神秘的菜刀,令这起案件越发现得诡异。 齐悦的福建一场闷热,但现场所有人都感到震震寒映。 究竟是谁会用如此怪异的方式杀人并运送尸体,他到底要干什么? 很快警方就查明了这个女尸包裹的来历。 首先,是一位神秘的寄贱人从福安某货运站寄到了普田货运总站。 那么,这个神秘的寄贱人究竟是谁?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死者的身上没有任何刀伤,那么寄贱人为什么要在死者身上放两把菜刀? 这起案件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杀人者是谁?被杀者又是谁? 好,让我们一起寻找真相。 据快递公司工作人员讲,由于收件人姓名和地址都是假的,所以包裹才会被退回来。 在包裹单上,警方发现寄贱人名叫王天晶,那么这个名字会是真的吗? 警方很快找到了嫌疑人寄贱包裹的福安某货运站。 据开货运站当天的登记显示,包裹是2012年7月11日寄贱的。 在当天的监控录像中,警方发现了一个穿短裤的中年男子。 这个人分高在1米7左右,体态是肥胖的,头发较长。 从监控里面我们会看得清楚他这个体态的这。 9点50分,该男子急匆匆的走进货运站,两手空空。 在货运站大厅,排回来几分钟以后,才离开。 两分钟后,这名男子再次返回货运站,但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带着一辆三轮车,直接开进了货运站。 官安民警还注意到,三轮车主也参与了可疑包裹的搬运。 那么,这个三轮车主和这起案件到底有没有关系? 它会不会是这起案件的同谋? 没等工作人员验货,可疑男子和三轮车主就迫不及待地把可疑包裹从车上搬了下来。 从监控录下上看,这个捆杂的结结实实的包裹,重量不轻。 正常的情况下,到货运站寄货,直接把货送到货运站来了,不可能能先过来,在那边东看看西看看,拍花,然后再走,然后再来寄货。 警方很快查明,借鉴人王天晶也是个假名字。 由于货运站的监控清晰度不高,无法辨别嫌疑人的相貌,这条线索就此断掉了。 不过,负责查询死者身份的林警却有了重大发现。 据调查,案发前夕,福安市有三个人失踪,其中的一个人叫陈莉莉,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陈莉莉,41岁,福安当地人。 经过DNA的比对,死者就是三天前失踪的陈莉莉。 陈莉莉的儿子讲,她的妈妈三天前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就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 给陈莉莉打电话的人究竟是谁? 她是不是就是真正的凶手? 据死者陈莉莉的儿子讲,她给儿子打电话的时间是7月11日早上6点左右。 而经法医检验,陈莉莉也是在这段时间死亡的。 如果此时陈莉莉还活着,那么她为什么不说话? 如果陈莉莉已经死亡,这个恐怖的鬼来电又是怎么回事? 电话那头究竟是谁? 此时,负责查找神秘机舰人的侦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是福安街头的一段监控视频。 在车来人往的街边,一个卖菜刀的中年男子正在张罗生意。 经比对,警方发现,这个卖菜刀的和邮寄可疑包裹的中年男子体貌特征非常相似。 联想到女士包裹里的两把菜刀,卖刀人的嫌疑斗然增大。 最后,警方对她展开了调查。 不说,你只能够人家服务其他方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朗论。 祝你那么多多人会收到。 让我去查一下,我不逃避这一段间。 然后你去查步骑线。 那你已经去查看了得起。 然而邻居接下来提供的信息 却把民警泼了一盆冷水 据他们讲 这个麦刀人是个聋哑人 已经在附近走街串巷十多年了 至于此前警方从快递公司查到的 可疑寄件人的信息 想矛盾 这人是讲普通话的 华语是无外地人 讲普通话的 普通话的 寄送可疑包裹的与卖菜刀的这两个人 体貌特征都极其相似 不同之处在于 一个会说话 一个是聋哑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专案组立即派出侦察员 进入卖刀人的偷租房 在卖刀人出租屋的床上 警方发现了 重价匪夷所思的线索 这是警方 在龙亚人的屋里 找到的一根长发 根据DNA的比对 这根长发 就是陈丽丽的 陈丽丽 有家有口有孩子 为什么要和一个 卖菜刀勉强度日的 龙亚人在一起呢 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案件调查到这一步 有以下几点和本案非常吻合 第一 犯罪嫌疑人是个卖菜刀的 在包裹里有两把菜刀 第二 在他的住处 发现了受害人的头发 第三 他的身形和监控录像中的身形 非常相似 第四 案发后 他离奇的失踪了 但是 还有一点 和本案相悖 那就是 犯罪嫌疑人 本来是一个龙亚人 可是 货运站的工作人员 告诉警方 寄件人 在发邮件的时候 说话很正常 难道 犯罪嫌疑人 还 例如其人 死者 陈莉莉的儿子曾提到 死者生前 曾接到一个电话之后 就离开了 再也没有回来 警方迅速调取了 陈莉莉的通话记录 当晚 与陈莉莉通话的人 名叫 毛双才 毛双才 1970年出生 湖南省楼底市 双风险人 从面部轮廓看 毛双才 于7月11日 在货运中心 邮寄尸体的神秘男子 非常相信 7月15日 凌晨2点 福安警方 对毛双才 实施了抓捕 您收号准备好了吗 再上来 服务员 送开水的 进到的环境 大家还在睡 睡大觉 叫什么名字 你几个人过来 我一不远了 一个人过来 你儿子住房子 我儿子住你 你卖一个水的刀 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刀 多强 刀多强 东方 那个杀猪有缘的刀 杀猪有缘的刀 这个 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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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吃惊的是 这个口齿清楚 手画利索的毛双才 竟然就是 卖菜刀的 聋哑人 十三个小时不说话 不太难 十三天不说话 勉强可以忍受 但是 十三年不说话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如今 十三年的哑巴 毛双才 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一张嘴 就把你惊 毛双才 为什么要 装聋作哑 十三年 他杀害陈莉莉 然后千里运尸 是什么原因 这个神秘的男人 还有多少 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主动地跟我们说 领导我有错 那我们的政策员 当场就询问他 你有什么错 他说我 装成农养人 这是错了 请你们原谅我 他是红囊人 他在门房 是装聋作哑 在街上去卖菜刀了 他当天的情况 把受害人 又到家里 毛双才落网后 很快交代了 他与死者陈莉莉 发生关系后 并将其杀害的 犯罪事实 可是 令人不解的是 有家有口的陈莉莉 为什么要跟这个 装聋作哑的卖刀人 混在一起 他们之间 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咱们这个福安 待了多久 福安待了十多年了 毛双才交代 他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 十几年来 他一直在福安 装聋作哑 靠卖菜刀 勉强度日 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 直到 他遇到了陈莉莉 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和陈莉莉 发生了两次关系之后 毛双才 不想再过孤独的生活 他想娶个媳妇 过正常人的生活 然而 陈莉莉 这个唤起他生活希望的女人 却死在了他的手上 他为什么 要对陈莉莉下毒手 并且把尸体游走 时隔十三年 龙亚人毛双才 开口说话了 陈莉莉的死因之谜 也随之浮出了水面 据毛双才交代 他和死者陈莉莉 只认识了几个月 2012年春节期间 一个偶然的机会 两人相识了 陈莉莉 这个隐秘身份 在他生前好友那里 得到了证实 毛双才是个孤儿 自从父母去世后 他就离开湖南老家 来到了福建福安 以至装作聋哑人 以卖菜刀为生 在福安的市场上 很多人都认识这个 卖菜刀的聋哑人 可是谁也不知道 这个聋哑人 竟能开口说话 那么他究竟 为什么要装聋作哑 从什么时候开始装哑 我曾经到时候装哑吧 我到福安里的时候 他就是装哑吧 12年了 13年了 那你家里边 现在还有什么人 家里边有什么人 就你一个人 你结过婚吗 没有啊 但是一直在 他装成龙养人 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卖菜刀 在大街上卖菜刀 装成龙养人 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 尝试一种信任的心理 为了博取顾客的同情和信任 毛双才 装聋作哑 13年 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 这些年来 毛双才的确是这么不可思议的 活着的 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 腐烂发霉的饭菜 兑满屋子的杂物 没有妻子 没有亲人 毛双才 这个没家的男人 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 买刀 挣钱 吃饭 没人注意他 也没人关心他 直到人世 沉立了以后 并发生了两次关系 毛双才 开始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你们一共见过几次 三次呢 第二次 第二次什么时候 出的什么时候 我就不记得了 喝的是 哇 我过后吧 7月10 也就是陈莉莉 遇害前那个晚上 毛双才主动给陈莉莉 打来电话 希望她能出来喝一杯 喝完酒后 两人还一起到公园 逛了一圈 在公园里 他们又一次 谈妥了交易 毛双才出700块钱 陈莉莉 陈莉陪她到第二天 早上八点 但是 让毛双才 没想到的是 早上五点 陈莉莉 就嚷嚷着要离开 他要走的 我就是说 我来一下他 我说你不要太过分的 是不是 我说我跟你明明说 我是八点多吗 你干嘛那么 他说他就是骂我 你不要逼我 我是本地 你是威力 我卡死你 不仅如此 陈莉莉还威胁毛双才 要把他装聋作哑的事情说出去 断了他的财路 毛双才一度以为 自己在陈莉莉那里找到了情感的慰藉 但没想到 刚刚害柔情似水的女人 说翻脸就翻脸 我现在到处闷了 很害怕了 真的我是本地人 我去做生意的时候 又不能说话 又不能打电话 不讲 那个福啊 整个福啊 那个接的啊 什么 那个切死了 的人都说 都说我是哑巴 他们本地人是说 那个巴牙嘛 失落的毛双才感到了恐惧 他向陈莉莉看球 希望看在几次交往的情分上 给他留条活路 他就知道我就拿了一条下 那个时候我还能起床 拿到我朝向 拿到我朝向的时候 我就是 一喜欢在他这个地方了 看在他这个地方 就要拿个渠的 他学来打我 这个片面的打我这个地方嘛 片面的打了 这个地方 我就是把这个手压 拿着他的手 压着他的手 他又 那里的水 那里的水滑出来 又打我这个地方嘛 陈莉莉的恐吓 让毛双才意识到 他们之间 只不过是赤裸裸的交易 完全没有任何情感可言 惊恐万分的毛双才觉得 不能再让陈莉莉 走出这间屋子 你吃 你吃别走 你走 你走人很远 有的时候 因为你吃没有个人 你会跟别人 所以睡一脸 不晚上睡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 走着这个 那个千年勾勾 老卡 实际上我 我现在到时候 他就是这么小的 这个时候 肯定不是你 就是我 我哥给你他 然后我就是 在卡 在卡 卡住了 卡住了 的时候 现在我就是 我那个 我刚才还活生生的女人 转眼之间 变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无比恐慌的毛双才 赶紧用一床棉被 把陈莉莉包裹起来 塞进志向底 为了镇住陈莉莉王子的冤魂 毛双才按照他家乡的规矩 在他身边 发了两把菜刀 早上八点钟 毛双才到街上 叫来了一辆三轮车 卖菜刀 他平常菜刀都是靠外 画面 寄过来的 跟他根本 跟进货来 洗掉就是靠邮寄 我打包 我就寄 打包 就是说 我就是想 他们 这个尸体里有问题 怎样 慌乱的毛双才 想把陈莉莉的尸体 送出去 越远越好 但没想到 仅仅几天时间 福安警方 就破获了这起 诡异的杀人案 但是 陈莉莉遇害时 打给儿子那个电话 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 毛双才杀害陈莉莉时 无意间碰到了 死者的手机 正是因为这个电话 陈莉莉的失踪 才引起了家人的注意 这也为警方 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 提供了重要线索 好 下期 我们继续寻找真相 我是马月 拜拜